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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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歡迎回到來我的頻道 上集說到我們要登機了 疫情之後機場都翻新了不少設施 閘口指示牌轉了做LED顯示屏 另外登機通道口都增加了LED顯示屏 日落的時候還會由藍天白雲 變成紫粉色的晚霞 還有自助登機設施 但這次就沒有用到 上次回香港的影片提到 因為航班調動 改成搭了日行的波音7878 商務艙的客位是JAL Shell Black Neal EEE排列 就比較窄了 這次終於坐到波音7879 一共有28個商務艙的客位 21個特選經濟倉客位 和190個經濟倉客位 商務倉客位是JAL SkySuite 3 121排列 這次我們的座位是靠窗的4A和5A 到達座位的時候已經放置了拖鞋、毛箭和耳機 洗手用品、眼罩、耳塞等等 都跟相簽不同 由空姐之後派發 這樣就比較環保 只是拿自己需要的東西 疫情期間最重要當然是消毒 空姐也有派消毒紙巾 最重要是消毒的制 扶手和桌子 消毒完之後就要填表 包括平時都要填的 外國人入境紀錄 如果有在留卡再入國就不用填寫 和海關申報表 還有就是書面承諾 承諾遵守相關的防疫守則 和報告過去14日身處的地區 和健康申報 還有文件提醒 因為我們是去年12月1日入境 我們需要隔離14晚 而當時還包括3晚在政府指定的隔離酒店 而且我們是不可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 我們還要每日報告健康狀況 不定時回覆視訊通話 和報告自己的位置 說回座位 靠窗的小櫃桶有鏡 和本身放耳機的位置 下面有兩個充電位 一個USB 一個就是兩三腳的插頭 但是就用不到香港的三腳插 螢幕旁邊就有閱讀燈 可以調校不同的亮度 靠走廊的位置有雜字架 下面就是調校座位的按鈕 如果是坐中間的兩個位 就有分隔檔 可以隨意開和關 今次的螢幕是17吋 比上次的15.4吋大 下面還有可以浪腳的位置 旁邊有可以自由拉高的扶手 下面還可以放些東西 而機上的娛樂設施 就是MAGIC6 和7878是一樣的 遙控是液晶體的觸控式 可以調校光暗 叫空者等等 電影就和上次的意見一樣 不算是最新 但是都可以的 跟上次一樣 座位有三種Position去選擇 以及可以選擇 林巴按摩 JAL SkySuite 3的座位 是可以完全躺平的 比上次的Shelf at Nino 真的舒服得多了 差不多起飛了 我就說一下自己的感受 20年年底去東京的時候 我是非常有希望 疫情會在一年內更遠 所以當時是沒有太多不捨的情緒 但是結果我真的太天真了 一年之後回香港還要做7次檢測 還要隔離14萬 今次回東京 應該一年內都不會再回來了 實在是花費太多的時間 還要隨時擔心防疫政策改動 航班不知道會不會被暫停 回東京前的兩天 因為Omicron初現 由香港回去 突然要在政府指定的酒店隔離3萬 然後因為報道又不清楚 做檢測報告的同時 又要打電話去領事館去確認隔離措施 大家抗疫了兩年多都真是累了 非常非常期待 不用隔離再次可以旺返兩個地方的日子 相信大家都很久沒有在高空欣賞香港了 我現在就放多一點片段給大家看看 好了說回個位 今次個位是3點式的安全帶 比兩點式的安全帶 驅近沒有那麼舒服 航班大概只有30人 應該是受到再次暫停 新規入境的措施影響 我們前面後面右邊都沒有人 感覺就比較安全些 脫口罩吃東西都不怕 起飛之後首先有飲品 我選了Skytime Peach & Great Mix 還有還有派了一些米果 午餐可以選日本的和食或者西餐 日本的和食有日式麵豉湯 前菜是芝麻醋汁拌菠菜雞肉絲 煮油甘魚啫喱餅 煮雞菇拌蕨蜜種子 煙沙文魚壽司 黃錦雞肉蟲蜂餅 雞肉魚餅 柚子蛋卷 安康魚缸啫喱餅 還有魚子片 雞絲日式蒸蛋半薑味白豉油蜆汁 12月的主菜就是柚子煮銀雪魚 拼白蘿蔔熔煮豬肉片 煮食就是飯 和上次一樣 都是另外包起來 上次就用繩 今次就用膠紙 西餐的前菜是 黑魚子醬半煙沙文魚花 蟹肉粟米沙律 非打芝士半雙色車尼茄和橄欖 主菜選了燒巴西魚半雕草芥末 另一款的選擇就是 香煎牛扒半提子乾牛扒汁 還有水果 和西湯 主食就是麵包 一個就是牛角包 另一個就是餐包 飯後有綠茶和Hagandise的Vanilla雪糕 但味道就沒得選了 機器上有Wi-Fi 1小時$78港幣 3小時$110港幣 24小時$144港幣 差不多降落的時候 機艙裡的燈都調暗了 可以看到成田機場附近的夜景 由於航班延伍 降落的時候已經是天黑了 所以再次見不到富士山 航班上面有些設施和特色 上一條回香港的影片已經說過 這條影片就不再重複了 有興趣可以按右上角收睇 或者按片尾的畫面 接下來的影片就會分享入境的過程 我們晚上10時抵達成田機場 之後凌晨3時才去到隔離酒店 還會給大家看看我們三晚隔離酒店的經歷 有興趣的記得訂閱 喜歡這條影片的記得按讚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